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操盤一哥 我是王海華 今天直接從開滴往上拉抬 拉到9380 我覺得封關這兩天 我覺得沒有行情了 今天為什麼會突然急拉 摩台 摩台今天結算 人為控盤 你會說老師為什麼會說人為控盤 最近我跟你講通通都是在9點以前 直接拉上來或直接殺下去 讓你沒有辦法操作 人為控盤 我覺得也不會再漲了 今天可是要是今天不是摩台結算的話 把拉上來我絕對放空 看一下我的指標 今天如果不是摩台要結算 我絕對是拉起來要放空的 今天很明顯 怎麼會開一個低盤 直接這一根至少拉幾點 9320拉到9380 拉了60點 你要去思考這個盤到底是什麼意思 開一個低盤 然後呢 5分鐘拉了60點 人為的操作 人為操作 人為操作為什麼 可能是台積電上個禮拜五 ADR漲 或是某些外資 他要對於摩台子 他要去做拉高的動作 可是又有兩點情況 他拉上來 他可能在盤中就出了所有的多單 他到最後 霞幅盤整到收盤 這是一個可能性 另一個可能性 因為摩台是1.5結算 他有可能再拉 所以怎麼樣 我可 如果不是摩台結算 我絕對去空 因為我覺得沒有行情了 今天摩台結算 你要去顧 顧他也許尾盤會拉 所以你還是要觀察一下 你看上來又下來 我們台子期結算那天 很多人說壓低結算 我跟大家講那天是拉高 因為開低往上 他維持在一個高檔橫盤 他結算完了 他把他的多單出掉了 然後尾盤他沒有去顧 然後尾盤稍微回來 其實那天他是花了錢 去做拉高結算的動作 很多時候你要去看得懂 我說這兩天沒行情了 我不會跟很多老師一樣 跟你講要大漲要大跌 這些人講要大漲要大跌的原因在哪裡 你知道嗎 沒行情大家會 投資人會不想操作 要跟你講一個遠景 要大漲到一萬點 要大跌一千點 然後呢 有大肉可以吃啊 希望投資人來參加 到最後事實驗證是發現這個老師根本不準嘛 用喊的 我跟你講沒行情就沒行情 過完年才會有行情 因為之前所有的大漲都是 配合利多消息 今天完全沒有利多漲上來 基本上漲上來 如果沒有磨台結算 是要放空的 今天磨台結算給他一點面子 因為外資手上還是多單 現在多頭籌碼還是外資手上在掌握 外資上禮拜又買4000多口 原本跌破五日均線 又往上拉抬 漲到五日均線之上 又是多方控盤 今天當然是偏多看待 可是我跟你講有一種牌 投資朋友為什麼很多人做期貨 他沒有辦法賺到錢 他每天都想贏 你明明手中一副爛牌 你也要贏 玩大老二玩 撲克牌 玩德州撲克 那麼多人在玩 贏的幾率 你四個人玩 贏的幾率就是四分之一 那一把牌 五個人玩 贏的幾率就是五分之一 不是把把都好牌 也許大家全部都是爛牌 德州撲克 可能大家全部都是烏龍 或是A胚 九胚 K胚 這個時候 就不會有大的輸贏 你不要想著你拿了九胚你也要贏 你就一直叫一直叫 有可能會輸大的 有時候牌大家都是烏龍 烏龍對於期貨來講就是橫盤 上上下下的區間 你如果連烏龍的時候你也要一直要賭 一直要贏 你到時候有行情來的時候 你已經沒有籌碼了 這就是我的觀念 我跟你講沒有 沒有行情就是沒有行情 我不會說跟你講現在要漲到一萬點 或是跌到剩下八千點 希望你來參加 我覺得做期貨你要長期是一個贏家 有行情的時候就做 我跟你講我的會員 我跟你分析一下好了 我就跟你講從這裡開始 這個叫做有行情 這個從九千二吧 九千二到九千四 這一段叫做有行情 這邊變成沒行情 我畫一個趨勢給你看就知道了 這裡 這裡 它是一個趨勢 有沒有 這裡其實有點偏空喔 有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特定的走勢 這叫做沒有行情了 這裡才叫做有行情 當時 有行情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一些利多消息 出來以後 它真的漲了 這叫做有效果有訊號 十二月三十號那一天 行政院說當沖降稅 這個消息出來市場也可以沒有反應啊 市場上面有反應 漲了七十點 這叫做有行情出來了 之後是不是就是有大力光的事件 大力光被調升到五千 有行情漲 台積電法說會有行情漲 之後呢 沒有任何的利多消息啦 沒訊號 線路盤整 遼寧號從我們台灣開過去 沒感覺那就是沒有訊號 沒有空投的訊號 上個禮拜五公佈了外銷訂單 外銷訂單實際上是比十一月減少喔 原本統計處的預期 十二月的外銷訂單是介於 四百二十六億到四百三十六億之間 結果呢 公佈出來只有四百一十二億 比預估值還要少 比十一月少了五點五趴 這也是一個利空消息啊 沒反應就是沒反應啊 我跟你講做期貨就是 你要去看有利空消息有沒有訊號出來 今天反應的在哪裡 今天反應在摩台的結算 要不然他不會從低點直接拉六十點上來 他照理講如果你是反應美股的上漲 他應該是跳空開高嘛 跳空直接漲漲四十點 他從跌拉到漲六十點 那就是有一個莫名的手 他是先壓低開盤 然後呢大量的買進 造成軋空上來 這些都是很奇怪的做法 這是不正常的 不正常的時候怎麼樣 你要去反向思考 硬要給你軋 這邊也是一樣 這裡 這裡 這裡是跳空開高 跳空開高直接往下殺 有沒有 九點以前他已經殺了八十點了 出現 出現這個叫做止跌訊號 就往上反彈了 我就跟你講 如果不是磨台結算 這裡 漲上來我是要去空的 剛剛最高點在哪裡 九三九九 九三九七 現在九三八二 都有空間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從 1月3號到現在 基本上分析的都很正確 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我每天半夜 研究到半夜 禮拜五禮拜六當然不用 禮拜五晚上回家好好睡覺 禮拜六好好的玩 禮拜天還是要研究 加上什麼 看一下這個東西 我的指標名稱拉近一點 它叫做台灣奇蹟 台灣奇蹟 我看一下可不可以給你看一個東西 可以看到這個嗎 再近一點 它叫做 古海奔騰股市報價系統 古海奔騰 是不是有很多老師說 換掉你的蛋公仔軟體 很多人會說 老師你的軟體到底有沒有用 我就說你誰 誰 誰敢把他的軟體 每天盤中跟你講 這裡昨天就轉多了 這裡昨天就轉多了 今天減碼 減碼在最高點 減碼在最低點 多單減碼在最高點 誰敢跟你 這裡是 你只要看到這邊這一段 都是我在盤中即時的訊息 這裡也是即時的 這裡也是即時的 你只要看直播都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你如果有看直播都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因為這邊都是最即時的 你現在看所有的老師都是盤後 他連電腦都不用帶了啦 印一張紙啊 沒有你現在沒有 你不會看到有一個期貨的老師 他是在電視上他的指數還在跳的 收完盤 他要說哪裡漲到哪裡 哪裡跌到哪裡 哪裡賺到哪裡 通通都隨便他講 什麼叫做 古海奔騰操盤系統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東西叫做群翼啊 群翼期貨 群翼期貨在辦一個人機對決 人機啊 人跟機器 兩個做PK 他辦了一個比賽 就在去年而已啊 2016年年底才比完的 人機對決 是不是一個公開的嘛 群翼期貨 上市的公司 辦的一個人機大戰 打到季後賽 季後賽也打完了 季後賽打完了 有冠軍嘛 有分國內跟國外 國內期貨組 人跟機 到最後季後賽是一起比 國內期貨組 奔騰02 是國內期貨組冠軍 奔騰01 是國內期貨組第二名 第三名是人 這個是機器 這個是人 前面兩名是機器 第三名第四名是人 第五名第六名是機器 一二名 奔騰02 奔騰01 人機大賽的冠軍 人機大賽冠軍 奔騰02 奔騰01 股海奔騰01 股市報價系統 一個最強的老師 操盤一哥 我設計的台灣奇蹟 我叫他叫台灣奇蹟 這個叫做台灣奇蹟 就是我跟古海奔騰 這家公司聯手 一起研發出來的 這叫做強強聯手 所以我覺得出來 你出來你敢在九點鐘辦一個直播的節目 你就是要有這個GOTS 所有的人沒有一個老師敢在九點鐘直播他的軟體 沒有一個老師他敢在九點鐘跟你講今天要怎麼做 你盤後都很會講 你真的要做 你直播嘛 誰敢直播沒有人敢直播 除了操盤一哥以外 人機對決的冠軍軟體 加上我 這叫做強強聯手 強強聯手 有些跟你講今天沒行情就沒行情 不用操作 然後呢 開紅盤再做 可是很多投資朋友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盲點你知道嗎 我們用日線來看 他的盲點在哪裡 盲點在於 這裡很準了 底部已經進場了 很準了 這裡加入 線路盤整 線路盤整的時候你去硬做 你硬做的時候你賺不到錢 你又開始 失望 當之後如果再大漲500點 或大跌500點你又賺不到 人性就是這樣子 你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這裡很多人去買股票 買了股票又不漲 賣掉現在又開始漲 期貨市場 我跟你講你要先把你的 所有的東西先set好 封關 然後呢開紅盤你才能夠操作 不是說行情來了再操作 行情來了 時間不等人啊 一天漲一天漲個七八十點 一天漲七八十點 當他兩天漲了一百多點 你要再賺上面的兩三百點 你區間已經很小了 你如果再考慮兩三天變成沒行情了 所以說我常常講你現在是空手 好我跟你講會員 什麼時候是最危險的時候 就是我的舊會員已經賺了兩百點了 然後呢新會員進來 這個時候多頭可能已經走到一半了 多頭走到一半 舊會員已經賺上來了 新會員在一個中間的尷尬期 這時候是最危險的時候 我跟你講我現在已經空手了 空手就是要做另一波新的動作 這時候是最好進來的時候 你不要到時候我疊了兩百點 或是做多做了賺了兩百點 你又再進來 那時候又是很尷尬 我的多單全數在9377試駕出場 原本這邊全部的多單 從這裡開始做多 91多92多92多93多9395 全部出掉 就算今天漲到9398 又怎麼樣 又如何 之前漲上來賺到了 這邊疊下來 霞幅盤整 今天又往上拉 摩胎結算的關係啊 人為操縱摩胎結算 我覺得封關之前一定是最 所有的頭顧都一樣 你打去問都是一樣 要不然就是匯費延長 要不然就是匯 匯期延長匯費打折 都是這樣子 你新春開完紅盤 沒有這個力多了嘛 就像摩胎結算 往上拉抬 摩胎結算完 沒有這股力量了 頭顧業也是這樣子 現在是最便宜的 你要趁現在 我現在是空手 之後一定會有大行情出來 你要先做好準備 好不好做好準備 現在絕對是最划算的 其他 不管是什麼東西啦 錢也好啦 會期也好啦 通通都是三月再說了 三月再說 還有兩天的時間 明天還會再賺 明天還有機會再賺 做到封關過好年 其他六月再算 廣告期間把電話播通 我們先休息一下 恢復家園時請穿雨鞋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盡速清除 堆分警覺 堆分自我保護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頭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一紙舊世界 千人毫日 一紙舊世界 千人毫日 為 ключ 數更 Athletic 裡面演唱蠵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看一下股票 最近股票最強的是什麼 紙類股 直接一股看一下 融層 从这里涨到这里了 从多少钱 16块涨到20几块了 23块了 涨幅三四成了 而且它原本从低点已经开始涨了 很多的老师还在跟你讲电子股 昨天的郁金光是因为它分盘交易 它要公布12月的EPS 哇赚了一块多 所以说又拉上来一波 今天又落了 最强的 我给你讲 最强的 它不会是电子股 现在是兆子 台子也是一样 净子还是低于它的股价 今天又涨 台子在哪里 昨天涨停板 今天又涨 又往上涨 指标在这里就转多了 又快涨停了 为什么子类股会涨 很多人也做得莫名其妙 你要去看 在2015年底习近平就讲了 说我要供给侧改革 大陆非常大 他讲一句话供给侧改革 他就没有再讲话了 然后大家去猜 什么叫做供给侧改革 你调子要改哪一块 大陆很大 你不说的 你不说不能做的 就是通通可以做 然后你说不能做的 他还要看 你是不是真的要抓 你不抓的话 他就是偷偷的做 小心的做 他在2016年初 颁布了一个禁令 他要改什么 供给侧改革 改钢铁 改煤炭 为什么 因为他在河北这边 大陆这边 北京附近 你周围全部在那边练钢 用煤炭去烧 烧钢铁 然后呢 供给过剩 一顿的钢 外销出去 请销出去 国有事业被补助 赚一瓶矿泉水的利润 可是他的PM2.5 造成他的沉满 PM2.5就是微小到 2.5微米以下 吸进去以后会被废吸收的 习近平有权 有钱 有势 可是他在北京 他要呼吸PM2.5 供给侧改革 就是要改你钢 改你煤 所以怎么样 去年钢铁股 台湾钢铁股 去年涨了一倍 那他现在怎么样 供给侧改革 改你小型的灶纸 灶纸一顿的 出来一顿的纸 你要好几顿的废水 所以说上海的水是不能喝的 你去上海 如果你没有用矿泉水泡茶的话 那喝茶是有一股味道的 大陆 供给侧改革 通通都跟环保有关 所以说纸类股才会长这么多 还有什么 还有你知道云南 以前你要去云南买他的牛肝菌 因为云南也是云雾缭绕 它的一个原始森林 你以前他云南的东西也运不出来 也没有人可以去云南买东西 你要到当地去买 买了再回来 那个路途都是非常遥远的 现在电子商务了 淘宝网 云南深山里面的牛肝菌菇 可以直接寄来台湾 你寄来台湾 所有全大陆寄出去的东西 通通用纸箱在包 小东西纸箱包一包 里面再包一些塑胶袋 造纸 供给跟需求同时增加 所以还造成它的上涨 最近只有纸类股在涨 台纸还有什么 保隆 涨得最多是保隆 这里加码 这里减码 这里加码再上来 什么时候开始转多的 4块钱5块钱8块钱转多的 现在已经20几块了 这叫做台湾奇迹 我就讲台湾奇迹 你要去 每个人都讲它的软体是神 每个人都讲它的软体是神 你要去比赛你才知道 人机对战的冠军软体 人机对战的冠军软体是什么 再给你看一次 奔腾 群域奇获 群域奇获的人机对战 你上网去看 人机对战 群域奇获办的人机对战 冠军 奔腾02第一名 奔腾01第二名 全镇小哥第三名 这个人第四名 这个人第五名 奔腾03又第六名 奔腾04又第七名 前七名里面他占了四名啊 我就是跟他合作开发这个软体 这要强强联手不赢也难 好不好 广告期间 我觉得你可以把电话拨通 因为在封关前 绝对是最划算的 好不好 最后祝各位今天一切顺利了 拜拜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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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